美国的舆论开始敲边鼓 欧洲必须单独面对俄罗斯 最近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了一期专访 访问欧美九位政治和外交专家 采访围绕着这样一个话题展开的 欧洲国家什么时候把乌克兰战争的担子接过去 专访表示从冷战结束到现在 一直是美国在保护欧洲 欧洲为此享受了长期的巨大的福利 如今欧洲已经习惯于安享太平 但是把美国就累得够呛 如今中国的威胁越来越大 美国要转身去对付中国了 而且即使拜登战胜特朗普赢得的总统大选 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大力的支持责量斯基了 那么乌克兰战争以及随后而来的反俄大业 是不是该由欧洲人自己承担的呢 这个专访向欧洲人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尴尬的问题 为什么冷战结束呢 西方的敌人就越来越多呢 为什么俄罗斯重新成了对手 为什么美国要竭尽全力才能对付中国 再加上一个俄罗斯就应付不来了呢 我们要知道在冷战时期 美国的做派可不是这样的 在那个时候美国完全就是救世主 在欧洲驻扎重兵遏制苏联的同时 还在亚洲部署了大量的陆海空军 以中国敌对 美国还亲自在亚洲打了两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 即使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高峰时期 美国也没有表示自己没有能力应付欧洲的局面 需要欧洲北约的国家自己主动去挑担子 更重要的是呢 冷战结束之后 俄罗斯表现出了全面的与西方合作的态度 完全不想再打一场新冷战 而中国主要的关注点呢 是和平与自身的发展 并不愿意卷入一场新的大国对抗 或者是什么集团对抗 在这么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之下 美国通过自己的倒行逆施 严重的破坏了稳定的国际局势 点燃了乌克兰的战火 变相的引燃了中东的火药桶 现在美国打算复制乌克兰的故事 到亚洲再点一把火 然后呢 又想把乌克兰的烂摊子扔给欧洲 美国的各路专家学者们呢 又绞尽脑汁的论证 乌克兰战争是欧洲应当承担的义务 这根本就是不真正欧洲人的智商 那接下来欧洲必须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要和俄罗斯继续对抗下去 大家会不到站前的那种 互惠互利的关系不好吗 美国之所以要撤出乌克兰战场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巴以冲突 而不是中国问题 牵制了太多资源 而且美国内部对乌克兰战争的支持率 是越来越低 民主党呢 不但不能说服共和党 甚至不能说服自己的党员 去继续支持泽拉斯基政府 换句话说 拜登政府的乌克兰战争 已经是难以为继了 那么欧洲为什么要接盘呢 第二个问题 如果美国转向亚洲 转向中国之后 又搞出一个烂摊子 美国呢 无法维持下去 会不会要求他的盟国 包括欧洲盟国 来帮他收拾残局呢 这样的风险 其实已经出现了 美国一方面要求在印太地区 建立所谓的伙伴关系 希望将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和印度 绑上自己的战车 一方面呢 有鼓噪着北约向亚洲扩展 如果这些国家 接受了美国的要求 跟随美国 投入到亚洲的战火之中 那么将来 当美国在亚洲 也支撑不下去的时候 美国会不会让盟友们 来接盘亚洲的烂摊子呢 不能说 这个可能是不存在啊 欧洲国家正在醒悟过来 从最近的欧洲各国的 选举情况看呢 极右翼政党普遍获胜 这证明呢 欧洲选民呢 正在积极努力 要摆脱美国的控制 摆脱给美国当炮灰 被黑锅的命运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啊 美国一旦 真的要对乌克兰撂挑子 欧洲国家的民众 就会立刻支持右翼势力 要设法 尤罗斯和解 这样的未来啊 当然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 但是事役时役啊 这个世界警察是不好当的 特别是处处要优先 时时要敌一的 自私自利者 有何德何能 来充当这个世界的领袖呢 德不配位着 必有灾祸 作恶多端的美国啊 离灾祸临头 恐怕为时不会太远